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人生三角柱理论 网络上有一篇文章中提到 让人最头痛的部署 从来不是能力不够的人 而是永远将手指指向别人的人 这样的人有两种特征 第一他们经常对于别人的事很有兴趣 只要事不管己 就能够滔滔不绝地发表意见 指手画脚 而第二 对于自己无法达成的目标 无法达成的业绩 理由永远都在别人身上 却听不见他们检讨自己的声音 在他们的认知和论述当中 都是在数算别人的过失和责任 却不知道自我省察和检讨 文章便提到心理学大师阿德勒 有一项著名的人生三角柱理论 阿德勒认为 每个人的人生都像是一个三角柱 在愁苦中的人们通常只看得见柱子两面 一面写着可怜的我 另一面写着可恶的他 如果只停留在三角柱的这两面 就只能不断地去陷入检讨他人 归咎责任的负面循环 不断地围绕在过去的错误中 无法前进 而在情绪之外 其实我们最应该看到的是柱子的第三面 就是我可以怎么做 当我们在遇到困难或挫折时 可以选择跳脱过往的思维 选择去看柱子的第三面 把时间花在想想今后可以怎么做 将可以很快地跳脱困境的本身 和挫折的情绪 产生前进的力量 亲爱的朋友 当你在面对问题和困难时 你看见的是柱子的哪一面呢 你是否也能够看见柱子的第三面 在每一个问题中寻找突破解决的方法呢 作者在文章的最后提到 不管是在指引我人生的困境中 唯有当我们跳脱被害者情节 问自己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做 才能够脱离困境寻找得到出路 在圣经中有一个人叫约瑟 他三十岁之前 因为父亲的宠爱而被哥哥们卖到埃及 又因为招人诬陷而被囚禁在监牢中 约瑟大可以埋怨自己的遭遇 可以埋怨那些陷害他的人 然而呢 约瑟不但没有这么做 反而是在每一个困境中 依靠上帝带领他做每一个决定 帮助他突破现况 而最终 约瑟在上帝的预备和带领中 逆转人生困境 一样成为埃及全地的宰相 亲爱的朋友 或许你也正面对不容易的处境 或者你也正在问上帝为什么 那呢 上帝的工作常常是从绝望里面 从不可能当中显出来的 在上帝永远没有太迟或不可能 因为上帝不会被任何环境情况所限制 上帝大过一切的处境和困难 当你在面对问题时 愿意选择不去看环境中的困难 不去抱怨他人 而是转向地上面柱子 寻求上帝赐下突破的机会和启示 并且依靠上帝的能力和盼望时 上帝必要带领你逆转眼前的局势 跳脱困境 获得重新前进的动力 耶和华本为善 流行网罗娟大为主持的早安EasyGo制播 环宇电台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夏凯纳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